政府早前为罕见病 脊髓肌肉萎缩症病人 制定特别用药计划 部分病人开始用新药 有患者的妈妈说 儿子用药之后情况明显好转 行政助理林郑月娥说 政府会继续投入资源 协助其他罕见病患者 有郭永恩报道 7岁的柏林属于脊髓肌肉萎缩症里面 最严重的一型患者 有这样的转变 因为被减重5月开始用新药 妈妈说看着柏林有进步 他上学其实下午都要大呼吸机 就是午餐时间之后 其实现在他会自己要求 可以呼吸气舒服 看到有一些动作 他以前是做不到的 很惊讶 突然间做到 他自己也很开心 妈妈你看看 是不是miracle 柏林岁半确诊患病 近年虽然有新药 但要过百万 政府今年和药厂达成协议 制定用药计划 SMA病人可以有资助用药 柏林就是第一批病人 妈妈说当初知道柏林有病 都曾经很沮丧 医生之前都跟我说 type 1 其实可能很多都过不了两岁 我只跟自己说 我一定会捱得到 保得住他 用了药之后 我会很肯定 他不会变差的 他永远都可以跟我一起生活 我觉得已经很感恩 其他他动得到 或者进步的那些 我觉得全部都是一个bonus SMA病人和家属 把自己的经历出版成书 特首林郑月娥 也有出席新书发布会 说政府会继续协助 其他罕见病患者 还有很多患有不常见疾病的病友 是等着特区政府去制定 相关的政策 投入所需的资源 你同样为他们提供协助 这个工作我们会继续努力做 至于第二营和第三营患者 何时可以用药呢 基金会说和政府谈紧 他们希望政府可以 尽快提供具体时间表 和向关外基金申请资助的指引 有先电视记者 郭榮欣报道